我真喜欢的意 不会让你们过苦日子的 就算过苦日子 我也不会有愿意 因为我是你恩人 因为 你是我丈夫 你真的骗我 你不会让他丢成 我不会让他丢成 为什么你偏偏是个革命套 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都不可以 陈思汉 如果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最可怕的敌人 咱们生在这个时代 无法拥有共同的信念 就无法成为朋友 非得人 不痛之恋力 鸳鸯的纷飞 我能一生情 抚你千行泪 啊 真心患真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啊 生死两不如意 人都千万里 好 生死两不如意 恨无双飞翼 天心事和心 相似于迷离 所有的人都是鸽子 命运就是牙虎子 贝勒爷 毕竟还是贝勒爷 这件事情中央银行的姚董市长 就是相信你的眼睛 他是莫名请教 请贝勒爷一定要给他面子 李律师是让我去建议这批古董 是啊 姚董市长听说这批古董 是从公里流出来的 所以才买下 这批古董市长 自然得请人去鉴定一番 放眼上海 谁能比贝勒爷您呢 更有资格做这个鉴定人 这那古董不是我的专长 那那些古董是公里的呀 贝勒爷打小就能出入恭敬 又在如意馆 淋摸过许多大内真迹 您肯定能鉴定出来 我说没兴趣 贝勒爷 机会难得呀 你对付一天应酬几句 一大笔谢意就到手了 贝勒爷 是我直言啊 时代不同啊 就算为了家人 有时候您也得迁就一些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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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勒爷啊 久仰您的大名偶 来 请 您今天能光临寒舍 真是蓬壁生辉啊 不敢当 请 贝勒爷 这边 贝勒爷 我这个人除了会挣点钱 坦白的就要不学无术 我喜欢马可又不懂马 喜欢这些古董吧 又瞧不出个所以然了 因此啊 今天想借助贝勒爷的法眼啊 给我这些古董鉴定鉴定 请 姚先生您太客气了 您这么坦白直爽 这便是您过人之常啊 那也是今天与贝勒爷一见头缘啊 心情特别好高兴啊 啊 哈哈 贝勒爷 您 用茶 走 姚先生果真是气派非凡啊 连家常日用都来自于关于老 老实说 这也是头一回拿出来 就是为了贝勒爷 您这位贵客呀 这块鸡血石还不错吧 您再瞧瞧它下 这块鸡血石还不错吧 您看四个字呢 一摘真仓 没错呀 那你知道它的来历 请问姚先生是如何得到它呢 今天想请您鉴定一批据说是来自宫中的古董 这只是其中之一 贝勒爷 请 这边 贝勒爷 这边请 贝勒爷 这果然是宫中所藏之真品 但是这其他的我可就说不上了 太好了 总算没白花钱 还有些好东西 请问姚先生 这批货到底是从哪收来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您不愿意说吧 贝勒爷 贝勒爷 卖给我这些货的人 他们不愿意我透露他们的身份 我们商人没别的优点 就会捡个信用 那就不勉强 贝勒爷 你我是一见如故 你我的脾气也挺对路的 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 就把我姚志和当个好朋友 把我姚志和第三次的帝人 就我小中备的好朋友 她卖给她 照顾 contrôle 对我 谁知道 我们现在打开 帝勒爷 你们说 我怎么认识 帝勒 我都谁要不敢 我当个称帝帝 就是五大 tongs 我现在已经是一种珍藏的主人了 不不不 无功不受弱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毫无目的 只是想交个朋友 这批真批 在一般人眼睛里头 那可是一大笔才能 谈你钱就没意思了 人生在世不就图个痛快吗 贝勒爷啊 您就笑纳了 行 那 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收下了 原该如此 痛快 行 咱们现在是朋友了 说吧 我究竟能为你做些什么 不 是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没有什么事 需要你为我做的 自从见了贝勒爷的风采 我心中实在是寂寞 所以我更加要为你抱不平 我并没有什么不平之事 我只是在报上看到 财政部的陈专员 居然跟尊 那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这个我知道 可是人人都说无风不起浪 自从陈专员的夫人发表强硬谈话之后 那些报纸是不敢再言语了 可私底下的议论难以平息 这不是对您又蒙上不白之约吗 别人还以为尊夫人真的跟陈专员有私下暧昧之情呢 您又不闻不问 束手无策 男子汉大丈夫 事可忍孰不可忍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那些报纸是不敢再言语了 您可以 您可以直接指控陈专员 对尊夫人 垂涎已久 企图不轨 被尊夫人严正拒绝 这样一来 您和尊夫人的名誉不就保全了吗 贝勒爷 您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 其实那个陈专员 背后根本就没什么靠山呢 况且我们俩现在是朋友 我可以用我的财力和势力 全力支持你 跟他们对抗到底吗 您还真是个仗义的好朋友 贝勒爷 您看我什么时候给你开个新闻发布会 好朋友 您看行不行 刚才您说什么来着 这些东西全都送给我了 是啊 没别的条件 当然没有 摇曦着 绝不后悔 商人没什么优点 就讲个性 行 谢了 朋友 好朋友 看你脸色不对 心疼了 人生在世 涂得不低 就涂个痛快 你说是吧 好朋友 你刚才所提到的新闻发布会 我看还是留给你自己用了 去哪个女人 更能安心 很严重 您应该想看 那些东西 我没有想 知道 他 是 很严重的 我 还损失的几件真不坏 我看你就根本没搞清楚他们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除了是敌人 还能是什么关系 下回你来出主意之前 先把情况搞清楚 再要有什么差错 我就亲手把你这座破桥给炸弄 肯定是姚武说错了话 惹火了他 要不然 我再去探打他的恐怖 姚先生说了 他要有什么得罪住处 还望你做包涵 这个是他诚心诚意要送给你的 请您物比相当 看来姚先生 我可以做写的 说写的 你送给你 在那里面 有什么来说 那我看来 我来说写的 那我去拿 我去拿 你去拿 你去拿 我去拿 我去拿 你去拿 我去拿 我去拿 我给你找的 老徐 不送了 请回吧 别提了 贝勒爷只差没把我一脚踹出门 他这是抽到哪根筋 他这是抽到哪根筋 都轮廊到什么地步了 他在摆什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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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懂 这姚先生究竟图什么 咋就这 这你就别管了 师兄 你现在可以开始接交达官贵人 等跟着陈专员历练够了 你也得好好把握这关系 还成为前途吗 您放心吧 我是您的儿子还不懂这些吗 走着瞧吧 我很快就会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银行经理的 真的 这太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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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路要找对 不能找偏门 在这样的乱世 说 派声 门路要分得清什么是正门 什么是偏门 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门 那就是正确的门 话不能这么说 爸 这些话不是从我小时候 您就对我耳提面命的吗 什么都是假的 有权 有钱 那才是真的 可是这个 行了 爸 您就别下操心了 您就等着享福吧 您 луч! 此情此景啊 让我想起 当年与你在 大酒缸共谋一罪 大酒缸豪迷 小茶馆新优 景物虽一飞 舅友依然在啊 你曾经把我当成是朋友吗 如果没再许许多多的事 照理讲 咱俩应该是两心投气的 忘记之友吧 是人就有心机 遇得忘记之人 就要到欧陆之中去寻人 我是个俗人 我不知道怎么该跟欧陆之交往 在现实的世界中啊 俗人才是有用的 像我这种自不不俗的人 只是个没用的废物 你要是真是 真是没用的废物 那天暴力就不会回家了 今天我要说的是 比保龄无关 有一回我看见你的报上的照片 跟两个银行老板 今天有一个好像姓汪 另一个姓姚 是中央银行的董事长 怎么样 这就对了 他呢假装 请我去他家鉴定一批 说是什么宫里流出来的古董珍藏 还要把这批玩意送给我 他有什么目的 他要我开什么新闻发布会 说你这个人 心术不正 人品低劣 企图勾引了老婆 我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的中央银行 正在跟父亲银行进行结谋 而且我还不遗余力地帮他们 那 对我讲的 他找我鉴定的这批古董 还真找个人 他要是找了别人 还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来历 其中有一件 積雪十山子的百事 正是當年我父親的珍藏 那還真巧啊 奇怪的是 我聽我額娘說 這個擺件已經交給了肅姬 跟其他熱衷於復辯的親貴們 所捐的珍寶 一塊兒交給了日本軍部 做人情去拿 日本軍部 那 姚貴可是怎麼得來的 你說呢 有個人呢 叫徐靖子做過前清的官 算是個老男朋友 就是他幫這個姓姚的來邀請 那就是誰幫他介紹的呢 就是他兒子 他兒子叫什麼名字呢 他叫徐世奇 聽說 他是你助手 可認識他 自個兒當心留神吧 看樣子 日本人和你可恨得不清啊 我知道 你怎麼不會去不清啊 你就是他的 香港人和你情緒 沒有 就不 在他自己身上 他就有個沒辦法 我先是擔心 这中央银行的背后 有日本人在 那 我就知道了 这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不在乎 那你不怕日本人要你病 怕 可是 我有我的自尊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自尊 是 人在乱世的时候 自尊比绝阵 更让人短命 你在否刺我 我祝福你 能活着实现你的梦想 这不用理解的 我跟你一样命硬 是 为什么我们两个每次见面 轻则 针锋相对 重则 生死相拼 这样太危险了 我看 咱俩还是别交朋友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挺想交我这么朋友 我觉得 你才懒得帮我死了 你的死活由你老婆和孩子去烦 我才懒得操心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消息 为什么要帮我 为什么要帮我 爸 爸 爸 看这天色像是要下雨了 我想 我还是来接您吧 好 咱回家去 我把消息透露给你 并不是为了想当国 而是感谢你 把银河还给他 啊 因为 我和草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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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嗯 我家很近 我家很近 我家都不知道 这伞 我家都知道 还是留给你吧 谢谢 默默说 你并不是故意抛弃我妈妈的 听耕天说 你现在和日本人抗争 处境很艰难 我从心里面 很佩服你 这伞 希望是贝儿不幼 要是下雨 就不好走了 稍妙 我 都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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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边的水可别跟你妈说 为什么 妈妈知道会高兴的 你妈知道了 还以为我想帮她 多没面子 那我跟天见面有事 你们也不许告个麻烦 为什么 你妈知道了 她也不会生气 妈会以为我还喜欢她 那我都没面子 让我考虑考虑吧 爸爸 我可是为了帮您约人 才去找跟天的 好 不说 不行 勾勾手 不许赖的 好 傻丫头 糟糕 这样下雨 快走吧 十五個月 赶紧 千五个月 便是 王子 最后 就负一 突然聽到這個名字 好像是上輩子的事了 你不恨他嗎 我當然恨他 我一生的置業全都毀在他手上 雖然他早死了 可我現在巴不得再給他一刀 讓他再死一回 其實 歸根結底 耽誤你的人不只是他而是我 你不恨我嗎 如果一個人把自己一生的命運 都歸咎到別人身上的話 可恨的人就太多了 就說我吧 我是你所愛的人 可是我卻傷害了你 你應該恨我才對 恰恰相反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就會原諒一切的 原諒 就像當初我傷害過你 你也原諒我 你是無法忘記 第區 世上有很多事 你是無法忘記 但是你可以原諒 就像當初你以為陳思漢背棄了你 而你也并没有恨他一样 你怎么会有恨 他家里是一样的 可是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原谅乔妞 一想起他 我的心 就像被恨 一口一口地试着咬着 疼得要命 如果 当年我和思汉能够重访 我会是多么快乐 多么幸福 就算重逢之后我们只能活一天 我这一生也就够了 至少我是喜悦的死去 而不是怀着憾恨 我必须不停地去找事情做 才能克制住 报复他的欲望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原谅他 是 什么 你说是日本人 实在是没想到 那你说该怎么办 第一步 自然是想办法先调查日本人 跟姚武的关系 这个事交给我 好 我能办得到 四汉 那万一是真的呢 好了 万一是真的 这就得看您了 万一要我真的跟日本人搅在一块 我怎么能躺这个浑水 倘若一刀两断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失 你已经拉着哦 你能还可以带来 你奈蝉 你强调位 你强调位 我都不想走 你可能会来 你对你常见的 我上去 我上去 你卡上了 你住嘴 这几个车 当然 那傅臣的体质良好 市场性正常的股价波动 那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一旦遇上了人为性 或计划性的强烈操作 那傅臣 就会面临危机了 四汉 你今天来跟我说这些 说明你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想法 你说吧 我心里想的是 龙华开发案 龙华开发案 它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有许多家银行 都在争取参与这个龙华开发案 想成为这个大案子的主办银行 是啊 其中就有傅城 也有中阳 他们都是私人银行当中最具实力的 我也在想 他们两家结盟 大概多少也是为了龙华开发案吧 次长 王竹权他宁可承担严重的损失 都不肯同流合污 政府应该支持这样的企业家 是吗 是 那就请次长帮帮忙 请上头找些决定 就让傅臣来担任龙华开发案的主办银行 不肯同流合污 不肯同流合污 你这可是第一次让我去说情啊 我这不是为了傅城 而是为了国家 是啊 荣华开发案 是应该有个主办的银行 傅城 又是其中最具实力的一家 つま 担任 adam 清晨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让他会再担任 他的责任 交错 他不肯定 是我瞒下了那封信 告诉他我有多么的坏心眼 多么的卑鄙 慈汗会相信你的 哥哥 你上半辈子的幸福 算我向你奢的 你下半辈子的幸福 我今天就还给你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 什么才是幸福呢 真的 四海没有再找过我 我问过又来 大哥忙得交付烂额呢 明星 你就别赌气了啊 快回来吧 不行 这一句没有赌音 我绝不回去 哥哥 是你主动给我一副送伞的吗 是他告诉你的 他跟我说的时候 不骗你 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虽然给我一副送了伞 可是那天 他淋得全身都湿透了 为什么 他舍不得打起伞 他 他 他还怪傻的 不是傻 是痴 天下哪有父母不痴心的 就像我的母亲吧 不说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 没什么不可以说的 真的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嗯 那我可不可以 告诉你我的一个突发奇想 好啊 你可不准生气啊 好 我不生气 有一天我突然幻想 要是你嫁给我 会叫我义父什么呢 随着你的个性 你可能会随我叫义父 可那可就荒谬了 怎么说呢 这样 你就对着爸爸叫义父 却又对着义父 叫爸爸 哥 他就江湖 那 Natirdhe 已经当然了 我虽然希望得到你的回答 可是我情愿你这样不说话 让我恨他还能怀着死希望 你说过 你最欣赏的人是你的一人 我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 我真的很佩服他 你也应该知道 我跟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 那你又何必 你误会 我是很欣赏我义母的欧雅的男人 但是我也欣赏你的单纯与善良 他如夏花之燕底 你如秋月之静美 我都很欣赏 他 跟你一副感情很好吗 我看他们感觉还不错 他们一直相近于宾 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子 我寻找我 和我一副集团 永远 一副集团 你与我一副人家 不然我和你学习 在那里都篭了 我闹了 我是双方 吻 你们老公 就这一副人家 你真是就好 就好 你这么烦 让我满世界找你 闹得人仰马翻的 劳民伤财 这可责任都在于你的 损失了人力与物力的巨大损失 被害了国家对不起社会 你 你还要惹我生气几回啊你 雨萱 你还能再给我一次 让你生气的机会吗 你相信我 我会珍惜这个机会 我会万分珍惜 雨萱 你相信我 依我看哪 陆先生方方面面倒不错 再挑剔 服务 我也不知道 到底应不应该 我现在才明白 感情这东西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只要看你心里想不想 如果要违背自己的心意 那太痛苦了 将来也不会幸福 可是 我怎么跟他在一起 他不愿意见我爸爸 我也不愿意见他一父 不见面怎么能行呢 这见面三分熟 熟了就有感情了 有了感情 什么怨恨都没了 这不是挺好吗 嬷嬷 更天她一母 以前真的是妈的丫鬟 那还能有假吗 可是更天跟我说 她一母 以前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她是千金小姐 那我呀 就是太皇太后了 那她一母 那她一母 要是跟妈妈见了面 那得多尴尬啊 您瞧 这又是一层难处的关系 而且 她一母肯定对我心怀戒定 不会喜欢我的 你管她呢 她不喜欢你 你还瞧不起她呢 一只麻雀扎两只羽毛 冷装自己是疯狂 还要把奖了 再嫒 Interview 她宝贝 请 请 内溫 您 您 一切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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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 小妞真的走了 她 她离开四汗了 小妞 我想进城去的 做什么 是啊 我借了她能做什么呢 先感谢她把银河还给我 然后问她跟巧妞怎么了 然后把巧妞当年埋下的那封信的事实告诉她 然后呢 然后 又能做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进城做什么 然后 其实什么也不能做 但巧妞瞒下了那封信 这是影响我们一生幸福的大事 总该让她知道啊 可是 知道又怎么样呢 什么也改变不了啊 好吗 我针着你家外头在了很久 我犹豫在有个抢人大门 我指定的那个大门口 我想 我再也忘记不了那封信她 连她的纹粒 颜色 那里掉得起不住 记得清清楚楚 不 你以为临缠针着了木头门里 有我心爱的女人 还有我的女儿 不 这扇大门我不能开 我怕我看见了她 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的深情蜜爱 就什么都忘了 就什么都顾不得了 不 不信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你进行做什么呀 没事 我又不想进场了 我许不想进去 我看我 别人 这 那 人 这 我看我 这 你 我看我 我看我